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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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跟KID哥要來一起拍 時尚雜誌 今天再給你們一個前所未有的 視覺感受不去在哪 再來一次 野人時尚 我剛剛突然覺得有點不爽 因為妳剛剛問我說 妳現在要拍一個好笑的影片 所以我是好笑的 我變時尚很好笑 妳剛剛在花衣服的時候妳說什麼 妳不懂時尚 妳不知道這外套怎麼穿 照理說啦 以一個登山者來講 這種就是 保暖的應該穿一個面 而這種防空的穿外面 可是時尚就是不太一樣 相反穿 甚至我覺得這兩件塊都也太厚了 我們兩個 都沒想要這樣一直鬧一直玩 玩到有一天我們兩個走路了時尚全 而且 你們大家一定誤會覺得這次是 我帶領博勝走路時尚全 因為我本人稍微比妳有多一點點時尚的感覺 但是 這一次是林博勝找我來拍 GUTO是先找她 讓我帶妳進入Fashion 我跟妳講我剛剛已經拍了一次 唱好我的照片可能會被改的壓力 因為我剛剛拍的真的很時尚 我覺得妳看她會嚇到 歡迎各大潮流的這種工作玩來找我 這幾天的我 是妳們需要的 大家如果說想要時尚 一定會就是想要那其中那幾個人對不對 顏雅倫這些人 我跟妳講我跟她越來越近了 天雅倫現在有點 她有點壓力 好像我有點追得太近了 就她雖然是同台第一帥沒錯 可是她是有壓力的第一帥 因為妳在她後面 因為我在她後面 因為我在她後面 時尚媒體有沒有 PO照片的時候 她是第二次 我有發現分 就是GQ的人 IG的首圖是妳 她就是在我的back 我們今天拍的主題是什麼 我們今天拍的主題就是 Outdoor的主題 喔 時尚Outdoor 天雅倫就沒有這個動 她只有時尚 炎雅倫有點憨吧妳 她應該會很開心 因為她現在被我們冠上就是 炎雅倫等於時尚兩個字 所以我們現在在攻擊她 的同時其實也在讚美她 對 也在讚美她 OK 玩好了喔 上 剛剛我拍完了妮卡 現在是皮爾哥SOLO的部分 我有感覺到她有一點點緊張 畢竟她本人真的完全 看時尚沒有任何管理的事情 妳看她現在幹嘛 她雙手現在不知所措 她們先把樹擋在骨盆鏡頭之間 就怎樣 可能就是妳有問題吧 用樹營造這個時尚感 妳要有這種嗎 我剛剛有類似 我是花你的樹 我很期待妳這個拍出來是什麼樣子 會是 來囉 準備妳 時尚的元素 去拍我在花蟲裡 現在皮爾哥是在爆樹 在樹葉裡面 有點幽默 不知道為什麼她拍起來就是 蠻好笑的 我真的沒禮貌 但我現在不敢在她面前笑 因為在時尚背板前的人 就是必須充滿自信 所以我現在如果在她旁邊這些笑場 我真的會擔心影響她正常的發揮 滿意嗎 好像輕鬆鬆花了20分鐘 等一下就把個人卡搞定 但我也算是 勉強給自己席格的分數 雅倫 如果我時尚這一掛 跳進來了 目前喔 應該比較靈波倫 欸妳真的缺歪是多一點嗎 沒有 欸 明智娃娃喔 真正的凹鬥女生都有這種東西 我們有要浪漫嗎 她說不用了 有浪漫 攝影師說不用了 OMG 竟然不要 因為浪漫的情境喔 現場就可以用一種姿勵 但是現場跟那個照片子不一樣 所以比如說這樣 我跟妳講 妳喔 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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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出來了 這什麼浪漫啦 拍照也要 喔 拍照我還算前輩咧 我跟妳講 我覺得現場妳要那種 聊的不是跟照片是有味道 笑 那我們可以聊的嗎 今天晚上吃什麼 紀元 紀元的雞湯好不好 兩字雞 妳想吃那個鹽的牛肉嗎 而且我們是那種冷藏的 然後她這樣發現是沒有經驗運動 不要在GQ看我們的笑話 他們沒有遇過這種 他們反而覺得好奇 這是真的有愛的好不好 我覺得她毀了我們時尚的心 放屁啦 我跟妳說 我們這種叫做野人時尚 是全世界目前還沒有的 我們是帶領一個新的潮流 注意了 以後 有可能會是這個新的名字 就跟李舒豪 臨時這個臨時講的 你當時我們會得什麼獎 欲自己實境 不賀而獎 希望時尚圈可以發這個獎牌 一定要 太實境 因為我們是那種真實的感情 認真喔 表現出我們專業 OK 我跟妳說 鏡頭一來我瞬間轉眼 我先來調教一下怎麼樣拍照 剛剛在外面 就是你還是要給我一點顏值 懂嗎 我們現在進來裡面 我就是要跟妳講一下 在外面我們就是一個女婿 懂嗎 我們出去 不能在外面講說 欸 不夠時尚 我們不專業 懂不懂 錯一下 好不好 錯一下 好 錯了 錯了 你剛剛滿意嗎 我剛剛滿滿意的 真的假的啦 沒有她還是有經過一些調色 我還在掏錢給她 請她幫我修我的臉 我剛剛的故事真的滿意嗎 你根本就是完美 你剛剛叫我不要在外面丟臉 然後你又說完美 我說你不要丟臉 是不要丟我的臉 好啊好 我所謂丟臉是你不能侮辱我 你說我就是OK 好 我知道 我們是一個team 出去就是 你等一下講任何我都要在旁邊配合 不是 你講什麼我也會配合你 因為外面是眾多時尚的總編 然後我們身上穿的衣服也是厲害的品牌 對 那我們怎麼可以就在外面這樣子 嬉皮笑臉的 剛剛不是 剛剛對於一切的拍攝我是滿滿意的 很輕鬆 跟你合作 你算是頭一招欸 對 你之前還有跟什麼女生搭配拍過時尚 很多欸 我 欸 欸 比較少 有啦 有啦 你就是我覺得 一起拍照起來是輕鬆舒服 OK 但我不知道我回去會不會接到你經紀人電話說 欸 家裡在拍這種東西的時候 你還是盡量就是 count down一點 不要這樣 因為 畢竟我們家女藝人是 比較具有時尚代表這樣 你知道時尚圈其實很小嗎 這種事情一下就會這麼傳開 對 有可能現在Vogue啊 L啊 美麗佳人啊 全部都知道我們今天在GQ的現場 鬧 對 然後我們可能已經被封殺了 沒有 我跟你講 你錯了 你這樣太負面了 怎麼說 我剛剛故意在那些編輯前面講的一些話 就是要讓他們把這個消息傳出去 野人時尚這件事情 會是新的潮流 新的hashtag 而且你知道嗎 演藝圈你要找第二個野人時尚 沒有 可能鬥志孔還算OK 對 野獸派 野獸派時尚 他那天走紅毯 我其實也覺得他是 蠻帥的 蠻帥的 你要再找譬如說 阿樂 也是這種野人 也是野派 你有可能會走出一點野路 我覺得已經走出來了 不然我們今天怎麼會在這 對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會比較忙 因為我們可能會開始要拍一些時尚的這個 對 我們現在是影歌式Youtuber四期 我們四期 好不好 我們四期 好敢講喔 你有拍過電影嗎 有 我有拍過 我也有 電視就不用講了 我們都有 唱歌 我也有啊 我沒有欸 你三期我四期 我現在差一期 niez�了 姐夫 今天就離時間 就不要亂 什麽 你們 真的 你們 看到 將 靓 唱 哭 我只要不要看到彎 都蠻帥的 三角色幫我修一下臉 修了三角一點 拍攝前兩天 我剛剛說我會多吃一點東西 我要搭配它 然後我就想說OK 怕我也怕 我就是在這兩天我也多吃很多東西 然後我就那個心機中的女婷 就是跟你這樣講 然後我就會吃 然後就有吃草莓 然後就這樣子 YES 完成了我們第一次時尚的表演 結果我們今天有時尚的 時尚包 而且我覺得是一個很新的時尚 一個超流 贏亞倫 現在 不要再把贏亞倫放在我們這一集 這樣 他現在不只是在走傳統時尚 而你是新海時尚 新潮流 所以今天這一集的Ending 就是要送給贏亞倫 贏亞倫 注意囉 注意囉 你是不是現在有點擔心 不然我們就Diss炎亞倫要不要 好啊 因為他現在不只是走到時尚 所以他本身很多耶 沒有 我的Diss是另外一個Diss 如果你能夠看到這個訊息之後 穿出一種野人時尚 來跟我們PK 我們就認了啦 好 我很期待 因為他就是只會有那種西裝褲 或者那種套裝 沒有一種像我們這種野人時尚的萌根 來我先給你幾個元素 拖鞋 炎亞倫的頭 然後露出他的腳趾 沒有 露腳趾 可是也有很時尚的拖鞋 短褲OK吧 短褲也是有時尚的短褲 短褲拖鞋很適合去倒垃圾 沒有沒有沒有 我看過很多國外的那種model 他也是會穿短褲 配學鞋 可是很時尚 如果你要引領時尚的尖端 來包補一下 在那邊 在那邊 你就必須把我們穿起來 他一定是要看的照片 Take我們 因為主要不是要看照片 主要是Take我們 我們就可以分一下你的粉絲 粉絲 讓你的粉絲知道野人敲 不落跟我個人的頻道 是的 我真的不好是這樣子 我們不是在利用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會被討厭嗎 不會啦 我跟你講還沒講完 上半生我覺得 他可以自己去搭配 原本的演示風 用什麼吊嘎 我就覺得很吊 其他的自己搭配 李阿倫 注意囉 我們來了 做我們時尚的表情 讓我做這一題的演示風 謝謝 拜拜 Fashion 臉 ima 我們 bulky 部位 有動物 結果 嘯 超 course 隨便